叶罗丽兵莲花,王墨昏梦破灭,水王子亲自出手,水墨结局变天。 仙子和仙子在一起天经地义,仙子和人类在一起成何体统,这是当初独希妃说的话。 当时的独希妃为了支持庞尊才说出这样的话,不过这话好像也很有道理。 毕竟没有出现仙子和人类在一起的仙弟,虽说在美满的爱情故事中,爱情不分国界,爱情也可以突破次元。 但翻外剧的剧情走势似乎否定了这一点。 在叶罗丽兵莲花的翻白剧情中,王墨的梦想是嫁给心爱的水王子,虽说王墨换向了一个水产老总。 不过就长相来说,这个人就是水王子好。 终于,王墨昏梦破灭,水王子亲自出手,看来,水墨结局要变天了。 这次王墨嫁的对象是海洋产业集团的老板,大家一看就懂,这个人不就是水王子吗?虽然是人类,但是他就是水王子的躯壳。 不仅如此,这是王墨幻醒中的恋人,这说明王墨确实很喜欢水王子。 只不过水王子看了之后却说,怎么可能,自己是仙子,而王墨是人类。 本来是王墨的一个美梦,结果瞬间变成了王墨的噩梦。 原因很简单,因为在婚礼当天,帅气的水产老总竟然抛弃了王墨。 故事剧情的走势感觉非常狗血,这画面只有在都市言情剧中才会出现的桥段。 但是偏偏就让王墨遇上了,所以美梦破碎之后就变成了噩梦。 而这个时候,水王子出现了。 水王子发现王墨还没有从这个噩梦中走出来,所以水王子做了一个决定,那就是让王墨忘记这个梦。 这就意味着王墨要忘记直接理想中的结婚对象,很明显,这是要忘记水王子的节奏。 不过剧情估计到后期也很好远回来,因为这只是一个梦,梦境和现实毕竟不一样嘛。 所以水王子亲自出手了,他要让王墨忘记这个梦,忘记所有的不可能。 这也是唤醒王墨的方法,原来王墨心中最可怕的噩梦竟然是被水王子抛弃,而且还是结婚的时候被抛弃。 看来,王墨还是害怕和水王子在一起,毕竟水王子是真正的王子,王墨说了自己不是真正的公主。 这样看来,水墨的结局变得危险了。 当然,这并不影响王墨和水王子在一起,只是两人的结局可能不会出现结婚这一幕。 之前就有不少小伙伴猜测过叶罗莉动画的大结局,说这本身就是王墨做的一个梦。 这样看来,似乎也不无道理,至于王墨和水王子结婚这个结果,似乎真的有点困难,无奈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 。